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由桑口大叔为您带来的 全是内鬼的刀台 这款游戏的比赛直播 比赛时候感的也是不老好的 这个比赛正好跟隔壁S赛 是同时开始了 那么大家都去看PSG老干爹了 咱们这边当然也有PSG老干爹 但是隔壁PSG老干爹是10个人 咱们这边PSG老干爹只有5个人 所以没有人家人多 来看一下这个RNG对战VG这场比赛 这个是2020年AMD深渊联赛第三赛季的中国赛区 前两天刚刚给大家播完了欧洲赛区 欧洲赛区那边又是不出意外 请Secret挑选亚军 那么这个中国赛区的比赛 是跟欧洲那边不太一样 咱们这边是有小组赛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小组赛的比赛 这个比赛昨天是刚刚开始 但第一天的比赛我还真没注意这个比赛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比赛 所以昨天第一天的比赛也没给大家播 但是我看了一下昨天对战的这些队伍 好像也是看点一般 然后最近有一个新闻好像是恶魔 IG的恶魔征端是休息了 好像说是休息了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然后VG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欧瑞的中南大胜 然后兑现对方的子猫 圣子华链这样的比赛拿出的是一个小娜家 孙准发的三号位马格纳斯 然后四号位的小强 五号位的神域 这个阵容线上养怪物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线上养怪物阵容 神域和小强这两个英雄 大家小娜家马格纳斯这种阵容来说的话 刚三都不好完成击杀 除非是找马格纳斯这条线刚三 然后让小娜家去放养这个还行 但是正常情况下这场比赛 我个人觉得可能一般挨坏了 话说我好像忘了改这个国外直播平台的直播间标题了 我去改一下的啊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还真是忘了改这个直播间标题了 不是中国的China ProTop PROCAP 好了改完了回来了 感谢真爱琥珀大佬的比克拉 谢谢老板 VG这场比赛三号位给老十一拿出来的是一个夜魔 然后一号位POYOYO的胸口两面 然后PRW的拉比克 我这边怎么还有电话 大家稍等 准备到战场 准备到战场 好了回来了啊这个刚才媳妇给我发了个微信 她回来这个没带钥匙啊敲了十分钟门了我没听见 没听见这个事呢那肯定就不赖我了是吧 这个什么耳朵啊啊 我正在专心致志的工作 我这比赛开始了已经录上了啊 别闹了去吧 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这个 你带他去呗 那就别去了 我儿子想想出去玩我劝劝他啊 我劝劝他 我找一下我那根棍子我劝劝他 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这个 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啊 抱歉也是有家务事啊 家务事 这样的话刚开始抢符这个地方是被夜魔拿到了这个神符 那圣子华链这里要被消耗的比较惨啊至少半管血没了这波 VG刚开始呢还是抢到了一个双符 RNG里边是拿到了双符 虽然想到家里边没有抢到啊 而且被消耗了半管血 不过下路队友还是比较给力的 感谢墨圆 墨圆 墨圆大佬的五刀打赏 谢谢老板 他说你哪隔壁老干爹不怕隔壁粉丝来搞节奏吗 我没哪啊 我觉得老干爹会赢的呀 难道我要说老干爹会输吗 我要说老干爹会输的话呢 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人过来搞我啊 他们又不知道我是谁 我说老干爹赢他们应该很开心 再说了我是真心觉得老干爹能赢 好吧 不要老是觉得主播在哪这个哪那个呢 老事情 然后比赛这个对线中路搭胜打紫帽的话呢 这个老牌中的老牌这个欺负近战的英雄球打个紫帽 应该是问题不大 那么下路虚空这场比赛的对线压力也不应该不会太大 小强加上马跟纳斯的话 虽然说有一定的击杀能力 但那是欺负这个腿又短 又没有什么逃生技能的英雄呢 但是对于虚空而言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说画面延迟的声音快很多 那个国外这边你们声音话不同步的话 可以尝试先刷新一些页面 如果不行的话 待会我把这个直播断一下 然后咱们重新给大家连一下就好了好吧 谢谢公公他偏头疼大佬的是个吃瓜 然后这里夜魔在上路打小拿家 加上神域的话也是丝毫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看来这边是这个生化 因果不同步的情况还比较严重 那这样那个咱们直播这边断一下啊 预计在30秒以后我直播这边断一下 然后10秒到20秒之后我会连回来好吧 大家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小号 等一小线 那么这样比赛大胜在中路 现在已经是把紫猫给打爆了 应该打爆了 然后呢 这里虚空在下路无解肥上路夜魔养怪 我这样的话rng两比赛只要vg正常发挥 应该是可以把rng直接给爆打 好了我把这边稍微卡一下稍微断一下啊 咱们很快连回来 大家稍等 咱们的这个路波这边不停啊 就是直播这边我断一下 因为他们那边表示有这个 音化不同步的情况 按一下应该马上能连回来 让他连回来以后可不可以 vp是什么情况 顶着小达家选择虚空吗 这场比赛小达家作为一个大哥位 对于虚空的克制其实一般般 其实是一般般的 一般来说是降偶位小达家克虚空 克的更严重一些 大哥位的小达家对于虚空这个英雄而言的话 我可以直接罩你啊 我不是说被里罩你的队友 我可以直接罩你 那里大圣在中路23-8的一个正反捕 那肥的流油啊 这个基本上算是一个 然后老大叔念一下游戏时间 现在游戏时间是3分55秒 相比赛的bp顺序应该是先选的虚空 因为虚空这英雄现在基本上都会抢 只要我没班基本上都会抢 然后虚空这英雄现在他使用起来 呃 攻速流配合mkb 对于虚空的这个输出 以前虚空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 他的一个输出不够 输出成型会比较慢 呃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很多时候会选择 打3号为虚空的一个原因 这里夜魔又是跑过来 去占一占对方圣子华莲的便宜 从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夜魔现在在上路全掌第一 向大家呢 勉强追得上对方的第一集团 但是自己的中路和下路 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崩盘的状态 尤其是中路现在崩的已经没法看了 中路英雄对单的情况下 让对方已经压了足足 有接近500块钱的境界 这刚游戏开始不到5分钟啊 大家要知道 这边马上刷5分钟的赏金神符 看一下这个赏金神符 感谢三巨头之雷大佬的10个灵音 看看这个赏金神符 上路小那家已经蹲好了 下路在打 下路那边在打 开局5分钟 赏金神符这边RNG是空到了两个 目前那还有一个应该也是可以让小强过去空到 这样的话是三个赏金神符 还算是拉回来了一些这个团队经济差 看看上路 这是要刷了5分钟的第一 一波对于对方的进攻 拉比克手里是有举的 这里尽可能多等一会儿 然后让夜魔等下自己下一个虚空的CD 上来技能给上去 这里再绕一圈给一张技能 但是这里啊漂亮 这PiW最后一路化能流 直接带走圣子滑链的小那家 小那家这波节奏被断以后 他的经济应该是会被对方压制住 因为这个夜魔现在只需要运一个大药 然后或者他现在上有一个大药 然后运两颗芒果 这个小那家这场比赛有可能就直接要钻野了 如果他继续上线的话 有可能会升不了6级 真的有可能会升不了6级 因为这场比赛就是 待会小那家如果他不直接钻野的话 他上线他会面临一个跟自己等级一样 甚至比自己等级高的夜魔 然后再加上现在是夜晚 对方的夜魔只要用两颗芒果把蓝补满 那么这个小那家上不了线 他上线就死 这种时候是上线就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那家复活以后 根本没有想要去回线上的意思 直接就钻野了 这个选择应该说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而且这场比赛 不管他去哪条线 现在他都站不住线了已经 他这一次被击杀意味着他的等级 是要比对方落后一些的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去解决他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滚水球的存在 夜魔现在已经升到了6级 然后有一个橡皮鞋 欢迎油管的新会员 欢迎油管新会员老板 有分身会死吗 有什么也会死 刚才那个波这个夜魔低屋 这好多野啊 这堆野待会谁来清啊 大胜来清吗 这个好像是大胜来清应该是 这个野怪真的有点值钱了呀 其实这个野怪 他们从他们这个阵容的角度来讲 最好来清的是谁呢 其实最好来清的是老太太的这个老奶奶 老奶奶6级以后 然后呢离的远远的 就让自己的队友在前面 去吃这个惊艳和惊姐 然后呢老奶奶离的特别远 然后开大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老十一这里又开始起脸了 这样比赛VG暴打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VG暴打敌人的局 结果那家挖矿 那家挖矿应该是不会的 这个大野 其实最好是老奶奶6级以后 老奶奶来清了 小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去挖那波大野的话 官司说挖不动 那其实可以挖的动 小大家挖这个也是可以挖的动的 当然需要一定的操作 而且效率不会太高 因为他不可能站着在那硬挖 需要拉出来以后 然后呢用这个幻象不停的去拉扯 而且需要把这个残血的幻象 稍微控制一下 然后这样去挖这个野 不能去硬挖 这大圣看来是去挖那波野了 大圣去挖了 这波野我感觉 在前期如果是单人来挖的话 只有大圣能挖的动 其他人挖不动这波野 当然大圣挖这个野 其实也很吃力 他需要利用自己高等级的一个乾坤之月 这个东西 然后配合大旺子来一波一波打 这里大圣打出来了一个打野爪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留着 这个打野爪应该是会交给虚空 让虚空拿着 这波野挖完了以后 大圣的经济其实增长的速度 不会太 不会增长的不会太多 这波野怪我个人建议 如果大家在自己的游戏过程当中 还是利用这个老奶奶 借用一下老奶奶这个英雄 他的输出 让他离得远一点别分经验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 光靠大圣这一个英雄去挖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这个经济 在挖这波矿之前 他跟小男家的经济就差不多 他挖完了以后还是跟小男家差不多 而且挖完这波矿以后 他已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烂都打空了 他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游走 这个矿挖的事实上不值 真的不值 有的时候这个野怪 就是你把这个野怪囤出来以后 嗯 不要过于着急的让队友去挖这个矿 因为过于去挖有的时候真的不划算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把这个野 我打辅助的时候给中路的影魔囤了 六波野 六波野 两三波大野 三波中野 我给他囤了六波野 然后那个影魔呢 就铁了心的要去挖那个矿 他就不战线 他就铁了心的要去挖那个矿 结果这个一次打不过 然后呢回家灌瓶子 然后又打了一次 打了两次 终于把那个野打完了 结果发现人战线的那个英雄 比他钱多比他等地高 所以说这个挖矿这个事还是要有效率 有效率挖矿才有价值 这波老奶奶开大 虚空家老奶奶的第一波 打了一波以后呢 这个伤害不错 没凑够啊 感慨了 燕魔这些直接开大过来 那就收一个酱油吧 大哥打不掉的话 收个酱油也是可以的 燕魔这里还要追 但是沉默已经到时间了 马甘纳斯说的是有大 你这个大招交的 这个大招交的感觉有点略白给啊 哪有这么交大的这个马甘纳斯 在燕魔开大的情况下 你支援过来的只是一个子猫这样的英雄 输出远远不够 这么交大的话 感觉好像真的是有点欠考虑 小男嘉这段时间刷的还是很快的 借助这个英雄刷钱的能力确实出色 对方这哥仨呢 战线很强 但是刷钱能力都一般 小男嘉这段刷的也是美滋滋 再加上他第一件装备 选择出的是一个点金手 也是要多刘有多刘的一个装备 这么能刷的一个英雄 然后第一件装备出了个点金手 而点金手这个道具对小男嘉的提升 呃 从正面输出的角度来讲的话 微乎其微 那如果你是个虚空出个点金手 这个没什么问题 哪位的缺攻速 大胜这里 大棒子交出来 大招交出来 一个肉眼能流 直接带走 PWG又是拿到48个人头 虚空跳过来 然后呢直接打到对方身上 这里又是偷到了一个对方的气韵之末 偷了一个进化 刚才甩了一手 当然没有打中 不过问题不大 这个小男嘉裸一个点金出来 这场比赛就是RNG的这个出装思路 这个打法的套路 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去玩这款游戏的话 就玩DotaR这款游戏的话 呃就RNG这样比赛这个阵容呢 拿的这个阵容还有他们的出装思路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开黑的话 绝对不要学啊 绝对不要学 他们这是一个负面教材中的负面教材中的负面教材中的负面教材 就是一道选择题四个正确答案 呃四个选项一个正确答案 他们选了剩下的那仨这个感觉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首先他们这个阵容整体来说是一个线上养怪物的阵容 酱油为小强著名线上养敌方大哥怪物的 神域著名线上作为一个辅助也没战斗力的 哎这个 这野魔这个地方没有提前给沉默 但是还是可以杀吧 应该好像不行了 杀不了 天亮了 夜魔没有大有点有点尴尬 那这样的话这波非常失败的一个配合也是让对方反杀掉了 11的这个野魔 看一下欧瑞这个位置一个波拉回来小强破一下虚空大招定住 nice 老奶奶在哪 老奶奶离得有点远 那这样的话只能是大胜交大先秒掉对方的小强 马格纳斯顶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能够把欧瑞顶住大招 看一下自己的队友拉比克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技能留不住 他偷了一个拱 偷了一个拱的话 可以待会用来去赶一下路 就是 他的这个阵容整体线上养怪物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你又 小大家这边又出的是一个点金手 然后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线上本身就养怪物的情况下 又出了一个中期可能在10分钟到20分钟都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这么一个装备选择 然后等于想到大家这个英雄就是20分钟甚至25分钟之前甚至30分钟之前都见不到这个人 然后对方的这个阵容呢又是一个夜魔有大的带节奏 虚空有大的带节奏 大圣呢可以一边刷人一边去配合自己的队友去抓人 这是这样的一个这种体系 然后就会变成RNG在游戏的中期从前期到中期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你打的是一个弱队的话 你可以依靠着中期的运营代线后期的团战处理能去战胜对手 但问题是对面这支战队整体的硬实力是比你要强的呀 看一下这比如说夜魔过来以后老奶奶直接大招上来 那这子猫又没了 然后这个阶段呢想大家出的是一个点金手 他也不可能去离自己这时候很近 队友呢一定要把对方其他的英雄拉扯到比较远的位置 来给这个想大家争取一个刷钱的时间和空间 想大家就不可能用自己的大招去支援自己的队友 那等于就是完全放弃了这张比赛的前30分钟 你如果打的是弱队的话可能还行 你如果打的这支强队的话 对面难道会给你30分钟的时间吗 不给的 对吧 只要对边这个队伍足够强 他不会给你30分钟的时间的 20多分钟就直接把你推平了就完了 对方给我打的 まあ А zyć 実力这把卡了暂时我这边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这个大家可以先等一等 或者说在油管里边先看一下 拉比克现在的经济是5300块钱 这套比赛因为拉比克前期拿了不少人头 而且游走的收益很高 再加上对方这个阵容线上养怪物 导致拉比克前期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现在 你看这RNG这套阵容拿完了以后 你看他们现在哪有战斗力 就整个阵容没有战斗力的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打了一辈子 然后夜风没死 开一个大招飞走了 他的这个阵容整体拿的 真的是 差的有点过分了 好吧 这大招直接定住 你拿个小男家克制我虚空的话 我虚空直接顺你小男家 就定你小男家就是了 无所谓的 你上面抓我的夜魔失败 我下面抓你的小男家 直接完成击杀 我虽然虚空交了个大 但是无所谓 打完这波以后可以直接推二塔了 夜魔转身 借助这块的一个真眼 是找一下对方的小强 这个小强 这有没有真眼 小强这也是被吓得赶紧跑 想大家最关键的是他现在拿着9100块钱的经济 然后提供的战斗力是零 他们现在除了他以外经济最好的只有6800块钱的紫毛 然后他自己拿了9000多块钱的经济 这个战场贡献是零 所以这种阵容就是 反正就是四个选项排除了三个错误答案的这种感觉 这里玛格纳斯一个跳大拱回来对方的一个拉比克 对方这里喂一个饼 然后拉比克举 然后再往下砸 老奶奶开大 夜魔开沉默 追着对方的这个小强 小强这个地方是神月把他招给到了小强身上 若吼能流 再给一下 大声跳上来 再一个大棒子 往远处砸去找神月 小强这边交给自己的队友就可以了 一棒子直接敲死对方的神月 然后呢 虚空追上来以后再击杀掉对方的子猫 小强家这里在中路偷偷的带线 玛格纳斯已经提前跑掉了 你看玛格纳斯这场比赛这个大招开的也是一个比一个瞎 RNG这个战队 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和实力 不像是一个职业战队 这关又是被对方的夜魔过来以后 直接给上沉默 然后跑不掉 玛格纳斯给上一个波 拉比克一个职业 小强家再次被击杀掉 零贡献这个小强家 这场比赛的小强家 我顾问着可能最后 他的这个经济转化伤害比 能转化出来0.5吗 难道不说超过1 对吧 能转化出来0.5 我觉得就算不错 内鬼来了 TG 推着那边 油管这边又断了吗 我看一下 这个白天的直播感觉好像确实是比较容易不太稳定 我这个油管里边怎么直接就断了 油管里边直接断了有点过分 那个大家稍等一下我把那个直播重联一下 直播重联一下油管里边被断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边神月被大胜单杀 然后呢 大家稍微等我几秒钟啊 我重联一下 录制这边不受影响 咱们就是把直播这边重联一下 要不然的话 总是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刚出点金就被打炸确实转化不出伤害 这个不是刚出点金就被打炸是他就不该出这个东西是他因为他出了这个点金所以他肯定被打炸 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原因啊 一定要分清楚 这个真的不是那什么 不是不是说他这个出完点金以后然后被针对了 是他出了这个东西他就肯定没用 这RNG 哎呦 这马格达斯直接被对方的一个跳 躲了大招 转身 虚弓一个大 定住 我先把你的这个小强秒掉 然后老奶奶一顿吐火 拉比克这里举一下 小人家手里还没有大 虚弓跟上来 神域这里就别救了 这还有啥救的必要 自己赶紧跑就完了 这你要是能救下来 太阳得从北边出来 你说西边都不行 RNG这边直接打出来 21分钟比赛结束 这个就是 这个 四个选项 对啊 四个选项 他们选了三个错误答案的一个结果 这场比赛也是21分钟直接就被对方拿下 很瞎 好吧 这场比赛咱们负责任的说 就是从BP 呃 开始 就就就是突出一个瞎 然后到了这个 呃 比赛的一个实战 也是瞎的不行 啊 所以这场比赛 我就说了 强队是不可能给你30分钟 让你这个英雄出来有用的 他绝对是20分钟把你推平的一个比赛 这阵容换我上我都知道20分钟把你推平 何况VG糊 行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咱们稍微休息 一会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感谢各位 咱们下场比赛见 猫猫哒 咱们下场比赛